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生 糖尿病患者呢,在选择感冒药的时候啊,是需要格外留意的 因为某些药物呢,可能会对他们的血糖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甚至引发并发症 以下呢,是三类需要特别注意的感冒药 第一类就是第一代抗阻安药 比如说像土耳米或者是呢,门海拉米 他们主要是用于抗过敏反应 然而这些药物呢,容易透过血脑停障 导致呢,中枢抑制效应 它的表现就是像头晕啊,乏力,包括困倦,嗜睡的症状 而对于血糖控制不佳或者独居的老年患者呢 使用这类药物啊,一定需要特别的小心 相比之下呢,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抗阻安药 比如说,绿类塌定,包括吸涕力情 具有比较低的中枢抑制效应和减少全身的副作用 可能是更安全的选择 第二类呢,就是激素类的药物 比如说像第三米松 它能够抑制呼吸道的严峻反应 但是呢,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 免疫力降低或者是引发二重感染 因此呢,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治疗下呢 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第三种就是含尾麻黄碱的感冒药 也要特别的注意 这类药物呢,对上呼吸道毛续血管它有收缩的作用 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包括心脚痛脑足中的严重后果 对于合并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呢 最好啊,避免使用这类药物 或者是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健康分享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